以哈战争已持续将近9个月 哈马斯3日发声明指出 已向负责居中协调的卡达提出新构想 希望结束加萨战争 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也表示 以色列正在评估哈马斯提出的内容 并将做出回应 荷兰公司艾斯摩尔先进晶片设备 是美中晶片战中的关键核心 荷兰新政府上任后 将面临敏感的晶片制造设备出口问题 新任首相史库夫在受访时表示 荷兰与中方进行国安相关讨论时 必须非常谨慎 强大飓风贝罗近日袭击加勒比海各地的小国 留下满目疮痍的景象 并造成至少9人罹难 3日飓风又沿着雅买加南部海岸肆虐 风暴的最大持续风速为每小时220公里 墨西哥也已部署数以百计的军人和工人 准备防范飓风带来的灾害 美国加州北部野火狂烧 加上美国大范围地区正遭遇破纪录的热浪 导致这波火事更加失控 目前已有超过2.5万居民接获撤离命令 新唐人眼海电视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之内